8月4號 誒 大家好我是欣澤老師 今天呢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5級的指定的自選群 指定的自選群齁 那5級的自選群 因為他指定的這支群目都非常經典 非常經典的南北派群目 我比如說大家最熟悉的 揚鞭吹滿му Canton 然後再來三白號 關 manifestation 鐵杯號 還有支箱飛 這是陸春蓮老師的版本 還有寒江產雪 中花六版 還有錫爆 那這幾個曲目呢 都是非常非常經典的 我們講的南北派曲目 好 所以我們在接觸到這些曲子 就要知道說 喔 南派 趙老師說的 南曲出手 戰蝶正打 北曲出手 土華墮花 就會開始會很精確地掌握各種風格的 它的裝飾咒 它的演奏的方法 還有這種曲風 那所以呢 這一集的話 我們就會著重 著重做什麼呢 做音樂欣賞 做音樂欣賞 我們來介紹一下這裡面的曲子 楊彬春來運良芒的教學 之前我們教過了 所以這邊就不多贅述 那大家也都知道是魏顯鐘老師創作在1969年 那網路上的版本非常多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很建議各位去聽聽 魏顯鐘老師原來的版本 好中唱出版的中國音樂大權的笛子卷7 非常建議大家齁 先聽聽看 像這種經典的曲目 一定要聽聽看經典的版本 那所以楊彬春來運良芒 這個部分我們就不多講了 那我們就直接寄到下一首 三杯號 三杯號是陝西西安的光明老師的作品 那它是1964年創作的 反正我們這些經典的曲目大概都是1960幾年 1970幾年創作的吧 也就是已經都是五六十年以上的作品了 但是經典就是百聽不膩嘛 那我們還是繼續持續的吹它 持續的練它這樣子 三杯號其實是一個非常短小精幹 就是你聽錄音它大概也就是三分多鐘 可能兩分多鐘還不到三分鐘的一個曲目 它也不算ABA 因為它的過門就非常短 它就... 雖然它也不算ABA 它就是一個主題 兩個主題就結束了 但這個曲目呢 它其實挺精彩的 它裡面用了蠻多北派的基本技巧 滑音 快速的滑音 再來呢 鬆土 好再來咧 還有一個比較... 呃...也不算少見 我覺得在北派或是在陝西這邊的曲子 我覺得還算常見啦 那個技術叫做交集 那交集在李正老師的曲子當中 在馬迪老師的曲子當中 或是在張炎火老師的曲子當中 都其實還算蠻常看到的一個技巧 但是南派曲子是絕對不會出現的 因為它是非常典型的北派的技巧 交集齁 先示範一下 它出現在哪邊呢 在這個曲子當中 它出現在影子的部分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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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看到这个 这个就交集 那没有练过的朋友呢 我稍微讲一下怎么练 原来就是只有右手的 中指跟食指 交集是 以上一下 一下以上 中指上去 下来 食指上去 下来 中指盖回来的时候 有食指才抬起来 好 如果我们翻解当作它是 1 1 2 2 中指食指 1 1 2 2 1 1 2 2 1 1 2 2 好 那刚开始呢 就是一个很笨拙的状态 那练手之后呢 那个手指的 抬的高度会很低 加快 它就有效果了 那我看到的交集 大部分都是在右手的中指跟食指啦 那也有延伸的 就是左手的中指食指 好 或变态一点就是这个中指跟无名指 那大家如果愿意的话就都练一练 我觉得也很不错 欸 我的手有点笨拙 大家就忍耐一下 那最常用的就是右手的中指食指 那最常用的就是右手的中指食指 那在李正老师的草原出行当中 他有用到左手的中指食指 那目前 我大概只有在 大概在曲子当中就只有看到这两组啦 那这个 中指跟无名指的训练 就比较少看到在曲子当中出现了 那看希望各位作曲家 那再接再厉努力创作 呵呵 对 把它放到曲子里面来 这个是三北好的技巧方面 跟各位介绍一下有喜欢吹的朋友 可以稍微抓一下看怎么练